女人深夜回家 突然 一只手挡住电梯门 一个穿棉袄带头盔的人走进 可她进来后就站着不动 女人只好率先按下自家楼层 没想到头盔人也在这层下 女人紧紧抓着包跟在后面 一整个防御状态 见她停下开门 女人才快步往家走 一 二 三 上了三道锁后 才安心躺在床上跟男友打电话 突然 她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件衣服 可这衣服不是她的 随后就去查看家里的监控 可还没打开 门口传来敲门声 开门一看 空无一人 旁边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女人小心翼翼地跟上去 却忘了关上自家大门 她发现是一个女孩 一番安慰后 女人返回家中 点开监控 发现就在刚才离开时 有人进了家门 还喝了手中的啤酒 她慢慢回过头 赫然发现头盔人就在身后站着 手里的雨伞还在滴血 她抽出里伞里的铁棍 女人不断后退 自那以后 这里经常有人失踪 其中有一个租户很久没有出现 于是房东前去查看 找到一个号码 接到电话的小白 听到男人的名字后沉默 回到房间后 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原来失踪的男人是小白的哥哥 两人因为小时候的事情闹白 这么多年没再联系 就连妻子也没听她说起过 隔天 小白带着妻儿来到哥哥居住的老宅区 一进门 迎面一股恶臭 厨房堆着没收拾的厨具 走到客厅 遍地狼藉 走到厕所 发现有两根牙刷 拉开抽屉 满是女士用品 小白很疑惑 因为协议明明写着哥哥是独居 他转头向邻居打听情况 可无意中 他发现了门前的标记 可以直接表明家中的人数和性别 他觉得有些奇怪 一番查探 他发现这栋小区都被标记了 这说明有人探查了整个小区 与此同时 孩子们吵着要玩游戏机 妻子见不远就放他们出去 紧接着 他看见一个奇怪的男人 一个说话的功夫 孩子们就不见踪影 妻子赶忙下车寻找 可找了一圈 发现孩子们被关在车里 而坐在驾驶位的 就是刚才那个男人 妻子使劲拍打 男人就是不出来 这时 一个女人拿着电机棒出现 帮妻子赶走了男人 小白也赶到现场 女人当即邀请小白一家做客 可她听到小白是来找隔壁住户时 她脸色大变 大喊大叫地将四人赶出家门 小白觉得事情蹊跷 决定让妻子三人先回去 自己留下继续调查 回家路上 妻子总感觉有人跟在后面 停下查看后 发现大车司机是来接家人的 以为是自己多虑了 可她不知道的是 大车后还有一辆的白色小车 这才是真的跟踪者 一个戴头盔的人跟在女人身后 因为这身奇怪的打扮 女人不停地回头看 电梯到时 头盔人先行一步 可她进去了也不按楼层 女人只好按下自己的楼层 紧接着 头盔男按了楼上一层 正当女人准备输密码时 发现头盔人正盯着自己 她侧身挡住密码 女儿以为妈妈忘记密码 他下得赶紧捂住女儿的嘴巴 再回头望去 电梯门已经关闭 刚进家门 传达是说快递到了 她立马下楼去哪 打开一看 竟是个空箱子 这时她接到了小白的电话 告诉他们谁来敲门都别开 可这时只有两个孩子在家 她赶忙打电话回去 没想到真的有人在敲门 妻子听到疯狂往家跑 两个孩子害怕极了 因为他们听到了按密码的声音 还好妻子进家就把密码换了 想起刚才电梯里的头盔人 妻子不禁害怕 她顾不得等电梯 直接爬楼梯 着急中不慎摔倒 手机也磕坏了 敲门声骤停 男孩想去查看 没想到一只手从门下伸出 吓得男孩往后退了好几米 妻子终于到家 还好那人已经离开 正当她庆幸时 头盔人从楼梯冲下 还好妻子眼疾手快 将她死死挡在门口 邻居听到动静出门查看 头盔人这才选择逃走 小白这时也赶回家中 看到这样的情况 她不仅后爬 担心头盔人就是哥哥 原来小白在哥哥房间时 听到客厅有动静 出去一看 空无一人 可是自己的手机却不见了 她突然发现阳台门被打开了 小心翼翼走过去 意外发现跟隔壁家是打通的 走近一看 发现隔壁都是女性的东西 突然想起哥哥家看到的物品 跑过来一比对 直接对上了 小白随即开始翻着 她看到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 是哥哥的日记和存折 上面写满了委屈和愤怒 小白的回忆渐渐涌进大马 原来自己是被领养的 从小就有洁癖 而哥哥却有全身的皮肤病 因此他一直不待见哥哥 有天 哥哥被诬陷骚扰女孩 而小白为了在家中站住脚撒了火 这也导致哥哥直接暴走 从此干了许多坏事 还进了监狱 最后直接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自己因此得到养父所有的爱 还得到去美国深造的机会 才能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自从那天之后 小白每晚都会做噩梦 梦见哥哥过来报复他 长此以往 小白也出现了幻觉 他的状态吓坏了家人 小白觉得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决定再次返回老宅区 寻找哥哥的线索 不出所料 他果然看见了头盔人 随即拿着球杆跟在身后 没想到对方突然跑了 小白紧随其后 可头盔人对这里极其熟悉 很快就跑没眼 突然飘出一个垃圾袋 下一秒 一个男人出现在小白面前 二话不说就开打 一番缠斗后 小白才得知男人是来找女友的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 所以才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问清门牌号后 发现就在哥哥家隔壁 他突然想起两家的阳台是同的 两人立马找了过去 没想到在衣柜找到了女友尸体 尸体直接将小白压倒 男人被吓得接连后退 突然 头盔人赫然出现在身后 女孩被谋杀 用保鲜膜裹住藏在自家衣柜中 两个男人发现此事 一个被杀害 一个被追杀 千钧一发之际 男人摸到砖块就是一排 头盔人痴痛倒下 他赶紧起身逃跑 发现毒眼小女孩正开门看着他 男人立马跑去求救 躲进女孩家 没想到头盔人从窗户抓住他 男人赶忙关窗 这才逃过一劫 因为自己手机刚被偷了 男人向小女孩借手机打电话 小女孩带男人进入一个房间 男人立马震惊了 屋内摆满各种的娃娃 各种钱包 还有很多部手机 小女孩将最上面一个拿出 打开手机相册 告诉男人自己准备搬到这里 男人傻眼了 因小女孩手里拿的 正是他丢失的手机 而照片上正是自己家 因为受伤的缘故 男人不慎跌倒 无意间看到衣柜里的尸体 看到熟悉的面孔 正是自己的哥哥 男人明白了 自己家就是小女孩妈妈的下个目标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就听到小女孩开始的大叫 原来他们一直靠纠战雀巢方法生存 这个家也是他们通过此方法得来的 随后他们对男人上下摸索 将他的钱包钥匙全部拿走 到小卖部去挥霍 还收拾东西准备搬到男人家去 他们买了菜 拿着男人的钥匙开开心心地住了进去 没成想妻子这时进回来了 女人只好将她一棒子打晕 这时她接到了两个孩子的电话 于是 女人叫两个孩子开门 谎称是妈妈要她帮忙 哥哥比较警惕 叫住了准备开门的妹妹 女人眼见如此 直接露出真面目 两个孩子健壮立马往家跑去 这一幕正好被赶回来的小白看到 无奈自己腿受了伤 跟不上他们的速度 两个孩子跑进家中 无意间瞥见晕倒在旁的妈妈 此时门口传来急速的敲门声 孩子们被吓了之后 下一秒门被打开 进来的是爸爸 可还没来得及进门 女人拿着棒子冲了出来 小白本身就受伤 很快扮下阵来 看着被打坏的家具 女人心疼坏了 小白知道房子是女人的执念 于是她拿出打火机威胁 女人停下手中的动作不断求饶 可这时警察在敲门 这声音再次将女人激怒 战斗力蹭蹭暴涨 一下将小白压在身下 眼见小白就要咽起 她将手中的打火机一扔 厨房瞬间燃起大火 女人发了风势地冲进去 想要灭火 不料最终被大火吞噬 小白一家决定搬去美国 房子很快迎来新住户 可谁也不知道 就在房间的衣柜里 还有一个独眼小女孩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讲述因为贫富差距悬殊 造成极端仇富结果 从弟弟占据哥哥的家 和财富实现阶级飞升 到女人再次想要纠战缺潮 都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合理 人人都想不富足的生活 我们对于财富的追求 也是一种合理心态 但因为机遇 学历 经历 原生环境等多种因素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财富 产生巨大差异 当人们长期为生计挣扎时 部分人的心理会死之下发生变化 他们心怀愤怒 报复社会 将人性乐的一面逐渐展现 片中的女人对他人 和对自己女儿态度的极端反差 说明她不是完全丧心病狂的杀戮机器 影片中有一段亮点是 男主进入到杀手女儿房间时 看到的各种布啊 钱包和手机 这段场景让男主不寒而令 同样也让观众不寒而令 这说明女人曾经侵占过多少缺潮 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沦为冤魂 而女人从小培养女儿标准的英文口语发音 和最后为扑灭自家的大火 而哭号着葬送火海 无一步证明了她不顾一切 想要摆脱贫穷境遇的极端心态 而不知道躲在衣柜的小女孩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 是否会走上和妈妈同样的道路呢